牛奶 你跟木兰怎么回事啊 她离家出手的 小雨财 我又不是什么坏人 请你们一口口不要来自问我这些问题 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事好好说 你闹上这样一家人都不开心 你们不开心 关我什么事啊 我就是想搞清楚这件事的原因 想搞清楚原因 请问小木兰啊 请你不要在这里自问我 本来想着你回来还可以半年吧 没想着才回来两天 你就闹成这样 你哪知道 你看到这件事情是我弄的 鸯娘 家里面所能就这么几个人 你觉得我能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哥 你不要跟鸯娘说了 你是跟她说不清楚的 对了 可惜你有没有联系到木兰 没有 打电话她也没接 发信息也不回 只能等小妈晚点回消息 看有没有找到木兰了 哥 你也别太担心了 木兰又不是小孩子 不会有什么事的 也只能这样了 哥 你要去哪里啊 今天天气好 我把那几个张衣服拿去洗了 那我和你一起去 我正好也有张衣服 可惜 我刚刚是不是对鸯娘太凶了 这也不能怪你 你都不知道到时候鸯娘对木兰有多过分 我这个人也真是 只要生气的话说到哪儿都不知道 别想那么多了 你又没说什么 不管怎么样 做的不好的地方还是要去改 哥 你知道我最瞧得起你的地方是什么吗 是什么 就是啊 你这个人做什么 敢做敢当 知错就改 你不说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么优秀呢 得了 得了 赶紧洗衣服 别跨你两季就上天了 大家好 我叫雨晨 最近要年回来呢 也发生了很多事 希望小孩早点找到木兰 早点回来 有你一下 小孩早点回来 小孩早点回来